冷水下锅焯水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锅中加水倒入甲鱼 开大火迅速地将锅中的水分加热 随着锅中温度不断地上升 会有大量的湖沫出现 甚至残留在甲鱼体内的脏气以及血水 我们用勺子将湖沫向一旁聚拢 随后将湖沫一一打出 这样反复操作个五六次 将湖沫全部打捞干净 并且直到锅中没有新的湖沫出现为止 接下来我们用漏勺将甲鱼全部捞出 倒入一旁提前准备好的冷水中进行清洗 在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顺便将部分残留的甲鱼油 再用手给它摘除掉 大家一定要记住 甲鱼的油是不能吃特别腥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给它摘除干干净净的 你看这是我们处理好的甲鱼肉 不论大家是红烧还是炖汤都可以放心的食用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甲鱼的红烧驾长做法 这是我们处理干净的甲鱼肉 这是红烧甲鱼所需的一些辅料 适量的大葱还有这个生姜 另外还需要一片八角 一小做花椒和干辣椒 两颗鲜的青椒 大蒜和甲鱼烧在一起特别的搭配 所以我们要多放一点 我们需要将大蒜放在刀板上去头和去尾 这个季节正是大蒜发芽的时候 头部很容易烧烂而且容易发苦 修正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一块大约200克的五花肉 我们从中间下刀切到猪皮的位置不要切断 拖至案板的边缘 刀身向前平移 将五花肉的猪皮去除掉 因为猪皮在里面很难烧烂烧透 随后将五花肉切成小块备用 这是我们做红烧甲鱼所需的所有配料以及辅料 大蒜甲鱼肉 八角花椒干辣椒 葱姜以及青椒 还有切好的五花肉丁 接下来我们来调制红烧甲鱼的料汁 首先我们加入两勺海鲜酱 大约30克左右 加入海鲜酱的目的 使汤汁粘稠颜色好看 增加底位 用海添的或者离几近的都行 再加入一小勺大约20克左右的蚝油 增加底位提鲜的作用 再放入大约8克的白糖 中和酱汁的咸度 一小勺鸡精增加鲜度 大约20克左右的香醋 去腥增香 再放30克左右的生抽增加底位 一定不能忘了两克左右的黑胡椒粉 去腥增香 一定不能少了 就是这么简单 用勺子搅匀放在一旁 作为咱们的碗汁备用 接下来咱们点火起锅 锅热以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热锅冷油不停地转动正锅 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 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 首先我们将大蒜倒入锅中 用油来炸制 小火慢炒 将大蒜炒至金黄虎皮状 再用漏勺将炸制好的大蒜捞出 炸好的大蒜 我们给它放一旁 控油备用 锅中的油 我们用勺子给它盛出一大半 只留一点点这个蒜油在里面 随后我们倒入提前切好的五花肉丁 加入五花肉丁可以使烧出来的甲鱼 肉倒不会寡淡 并且炒制出来的猪油 可以使甲鱼的汤汁 更加的香醇浓稠 炒制五花肉的时候 加入一颗八角 还有提前准备好的姜片 八角和生姜一起和五花肉煸炒 可以有效地去除猪肉的腥骚味 这也是和我们平时做红烧肉一样的手法 而且一定要小火慢炒 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大约五分钟左右 一定要将五花肉炒透 并且卤出里面的猪油 接下来我们将处理干净的甲鱼 给它倒进去 再放入大葱 花椒和干辣椒 家里有黄酒的 可以顺锅边 喷一点黄酒去腥增香 随后开大火不停地煸炒 将刚加入的香料炒出香味 接下来我们将调制好的碗汁 给它加入锅中 大火不停地翻炒 将酱汁炒出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锅中的颜色 一定要看上去特别的红热好看 有食欲 这是奠定了我们出锅时候的颜色 紧接着我们加入开水 水的量一定要和甲鱼保持一平 剩下的两个青椒 我们用手先给它捏碎一下 这样够容易出味 放在里面增加清香味 盖上锅盖 中小火烧至18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汤汁至少少了一半 我们首先关火 用筷子将里面的青椒 干辣椒 花椒八角 葱姜 给它挑剪出来 这一步的操作会显得我们特别的专业 烧制出来的菜品更加的简洁好看 前面咱们炸好的大蒜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加入 因为前面咱们放早的话 大蒜很容易烧烂 随后我们开大火进行收汁 汤汁快要收干的时候 我们将甲鱼盖 给它挑剪上来 放在上面 随后趁热撒上一小朵葱花 汤汁收干以后 我们将它倒入盘中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 又有营养的 红烧甲鱼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甲鱼 五花肉特别的好吃 记住了 这一块是甲鱼身上最好的肉 是甲鱼盖的底部 也叫裙边 胶原蛋白 非常的丰富 那么本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